新闻暖暖包 一群由南投原住民 学生所组成的亲爱爱乐弦乐团 今年到维也纳参加比赛 结果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名 我们今天在新闻暖暖包当中 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亲爱爱乐的指导老师 也是他们非常依赖的 一个王子健老师 来到我们这个新闻暖暖包当中 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我们亲爱爱乐弦乐团 在整个当初的一个组成的过程 以及孩子们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 所碰到的一些酸甜苦辣 以及这一次去国外表演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当然最后是有很好的一个结果了 但是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王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 一起分享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王老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是 首先想请教王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亲爱爱乐的学乐团 其实很多朋友 也许不是那么样的熟悉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亲爱爱乐是怎么样的一个弦乐团呢 是 我们应该算是一个 像家的一样的一个弦乐团 因为这些乐团的孩子都是 我和陈老师在国小任教的时候一直带着 然后带到国中高中大学 就一路带的这些小朋友 所以组成一个很特别的乐团 所以它原来算是一个学校的弦乐团吗 理论上应该不算是 因为我们是课后自己在带 那只是因为我是学校老师 所以等于是学校很多小朋友也都会拉起 所以是这样慢慢开始的 不过听说在我们弦乐团 其实过去一开始组成的时候 好像孩子只是纯粹的好奇 就是看到陈佩文陈老师他在拉琴 所以很好奇想跟他学 之后慢慢的才小孩子跟着陈老师一块学习 最后才慢慢的组成这样的一个弦乐团 是 是 是 一开始就是小朋友好奇 那陈老师可能也觉得说 孩子愿意留下来学习 然后也让他们就是至少上课的时候 隔一天上课会愿意到学校来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带着他们 所以在没有组成这个弦乐团之前 其实孩子的就学情况不是那么样理想吗 一般孩子大概有时候是懒惰到学校吧 通常是这样 有一部分孩子 对 山上孩子可能他们的个性 其实比较天真也比较就是随性一点 是 是 是 所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动力 让他们其实每天都愿意留下学校 然后在这个其实上完课之后很辛苦 还是会继续留下来继续练习他们的这个技巧 是 是 是 其实除了说是弦乐团之外 我知道好像在学校里头 就是王老师自己还有在教孩子们制琴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带乐团的时候 是陈老师在带 那我刚开始决定要一起协助的时候 其实我找不到我自己能够在乐团做什么事 那后来发现其实在山上的乐团 其实比较缺乏的一个就是他的乐器可能会坏 那那等于我想说那我就我们就来试着修修看 那修修看的时候就跟孩子说那我们也一起来做看看 就这样开始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没有特别想太多 是吗 就开始做 可是大家都觉得制琴很困难 王老师你之前有制过琴吗 其实没有 我就是等于是土法练刚 所以我是算非专业 就纯粹帮帮孩子在这种初学阶段应该还算OK 对啊 现在我们的行乐团里面大概有多少个小朋友 现在整团大概目前最后一次统计是75位 这么多 是 所以每一次演出都是这么多的孩子们去一块去 演出的话我们有分 可能就比较大型的演出是大团 大团的话大概会是31个 31个 嗯大团 那像我们一般来讲 孩子在这个平常的练习之后 他们演出是会到什么样的地方演出呢 演出其实不太一定 有些可能会邀约演出 那另外就是我们自己会办巡回音乐会 大概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孩子他们其实上台的表演 对他们来讲应该是相当大的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鼓励吧 能够上台去 上台哦 应该也还好 我觉得他们第一个舞台对他们来说 我跟他们说它是一个很想感动的地方 所以鼓励嘛 我不太觉得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是获得一个可以去感动别人的机会 然后别人也愿意聆听 所以应该是一个谦卑的地方 所以对孩子来说能够上台表演是表示对他们过去的一个练习的成绩的一个肯定吧 以肯定哦 也一般来说应该算是这样了 对一般来说 但是我 我倒是觉得是因为别人愿意给我们机会啊 对啊 其实你再厉害别人不给你机会你也是没有那一个舞台 不过其实王老师一直讲到说机会这件事情啊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孩子在山上 好像会觉得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够念书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读书啊 这个受教育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嘛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念书 让他们花这么多时间去练习 那时候你们你跟陈老师两个人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想说把这些孩子留下来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弦乐方面能够好的表现 了解 大概听到这个问题 大概可能就是他不了解我们 所以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好比如来说 因为我们所有在国小的课程里面啊 全部都没有拉琴的课 所以它是正常的九年一贯的课程 那他们所有学情的时间是放学后 他本来在玩的时间 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让他们去练习 那练习的时候也很特别 我们就把孩子放着 他就在一个范围内 他们就自己安排时间 包括写作业 包括练琴 吃饭 全部都他们自己安排 所以通常来看过我们的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会提这个问题的就是没有来过 所以他算是怎么说呢 应该就是教会孩子自己安排时间 那音乐只是他生活中一部分 应该是这样 一个礼拜的模式跟大家报告一下 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就是说孩子礼拜一到礼拜四 那他放学的时候 他就选择他如果想要回家就回家 那一般来说他们大概都会留下来 那留下来之后 我们就让他们看要写作业先 还是他们要练琴 或怎么样 反正他们我们会让他们自己决定 是否是吃饭前先写 或吃饭后再写作业 那我们会留到晚上大概八点半跟九点 那我们再送孩子回家 所以这段期间他们就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那这个时间其实都是他们都自己练习 几乎是很少来上课 那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孩子 就是说他可以下山上个别课 就是一对一课程的音乐类的课程 那我们就礼拜五就会把这些孩子带下山 那这些孩子呢 目前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我们有一些大孩子在国中高中跟大学的 他们就会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回到草屯 我们会把山上从亲爱孙的孩子 在亲爱孙的孩子再到草屯 我们会在草屯集合 那集合的时候就会大概有六十多个孩子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大的孩子会教小的 那大的孩子呢 除了帮他们上课 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个别课 那大概就是一对一的课程 那这样子大概就形成一个循环 那礼拜天再送那个山上国小的孩子上山 那其他的孩子国中会留在草屯 其他就回到自己的学校上课 大概是每个礼拜都是这样 今天非常谢谢王子健老师跟我们连线 来说明亲爱爱乐弦乐团整个的一个成立的过程 还有训练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在下次的新闻暖暖包节目当中呢 会继续的跟王子健老师连线 来谈一谈最实际的问题 就是这个弦乐团呢 这么多人71个成员 他们所要花费的经费到底是从何而来啊 这是很头痛的问题 我们会在下次的单面当中跟听众朋友继续和王子健老师连线 今天非常谢谢王子健老师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质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